哈喽,大家好,欢迎来到方太好厨艺三餐的优优艺 今天方太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道辣椒排骨 这边有一公斤的排骨 方太已经用面粉和盐洗干净了 这边有五根的辣椒和三根的小辣椒 因为我要它辣一点嘛,你不要辣就不用放 这边有十多粒的蒜头 然后这几片的姜片,软姜 然后这边有四粒的蒜头 然后放点豆瓣酱和一点水米就好了 首先我们把这个辣椒放进去 放点水,少洗个水 然后我们烧一锅水 我把这个排骨飞水一下 这样飞一两分钟就好了 OK 把这些血水全部洗到干干净净 这样煮出来的辣椒排骨就会有肉味咯 OK 热锅我们就炸了这个马铃骨 因为马铃骨炸过咯 以后等下你放下去煮会更容易烂 OK 好,煎到它8-9分熟了 等下再给它焖一下就好刚好 OK 我把刚才bland了的辣椒放进去 啊 油我拿一点上来,没有放到完 好,可以炒啊 让我家炒干啊 炒香啊 OK,炒香了我就放一汤匙的 打豆瓣酱啊 再继续炒香啊 哇,真的是很香啊 然后我就把这个柴骨放进去 然后我就把这个柴骨放进去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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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炒炒一下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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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放两面的冰糖 小冰糖 然后刚才bland了这个辣椒啊 我就 放水下去 啊 让它被掉它的精华在里面 啊 就这样洗洗一下啊 啊 它放进去 啊 它水要盖锅这个排骨啊 因为排骨需要啊 最少说一个半个小时 或者一个小时来闷到它软啊 我会放三粒的水米进去 就盖锅给它去 焖了 ok 我焖了半个小时了哈 30分钟了 然后我们下来看一下看熟不熟 ok 接近熟了 嗯 已经是熟了 ok 然后在这个时候放开就把这个 啊马铃薯放进去 然后再加一小杯的 热水哈 放热水哈 嗯 试试一下那个味道啊 看够不够咸呢 ok啊 味道很好啊 ok 我再盖锅 给它焖一个 五分钟这样给它马铃薯熟 然后熟制就可以了 ok 焖了五分钟啊 看那个马铃薯 好 ok 马铃薯 ok 这个是熟啦 但是不用紧 我再给它熟制 多一个五分钟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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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